第一個節目是由我們林美慧老師指導的 鈴聲響起曼陀林樂團帶來的樂曲樂奏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讓我們同學們先做個演奏前的準備 等一下要談這個樂器 因為很秀氣 所以我就必須要粗讀一點 大聲一點跟大家問候 我們現在要彈奏的這個樂器叫做曼陀林 也有翻譯成曼陀林都可以 那這個樂器它是一個類似小提琴 可是它不是小提琴 它是彈波 但是它又不是吉他 它是類似吉他是彈波 但是它又不是吉他 那它的音色大概就是介於兩者之間 它是一個很可愛的樂器 大概每個人都可以上手 你的手很小你可能彈不了吉他 那你的音準可能沒有那麼好 你也拉不了小提琴 因為你要靠你的耳朵 可是這個樂器就非常好 剛好就在兩個中間 你的手小小的 你可以彈這個曼陀林 因為它的拔位小小的 你的音準不太好 沒關係 你可以彈這個曼陀林 因為它有每一個音都告訴你一個位置了 所以你只要按照那個位置按主所計跟鋼琴一樣 那就很容易可以彈出很漂亮的聲音來 那我們這個曼陀林班呢 在社當我們已經成立第二名 非常開心 校長一直還滿輕鬆的我們的 願意讓我們開這個班 那音樂喔 這個東西就是修身養性的嘛 音樂 學了音樂不能夠當飯師 可是學了音樂會使人快樂 會使人高尚 所以我很開心能夠跟大家來分享這個很可愛的曼陀林 那等一下我們這個演出的時候 會有 我手上這個叫做曼陀林 那你也會聽到比較低音的樂器 它叫南多朗 那就類似像 提琴相組裡面的 中提琴 那還有我們在演出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搭配其他來做我們的更音 那這個加起來就是一個很好聽的樂團 這樂器來自意大利 跟大家介紹的這樂器來自意大利 可是在東方是在日本大黃特合 許文龍 許董事長 從日本把他引進到台灣來 那現在在南台灣 他是一個非常流行的樂器 那我當然也希望 朋友 曼陀林班能夠 越來越壯大 很多人來玩這個很容易玩上手的樂器 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林美慧老師做專機的介紹 好 那我們就我們林美慧老師 還有學員帶來的樂曲演奏 聖詩 另外一首是望臨早歸 我們熱力掌聲歡迎 歡迎 歡迎 好 歡迎 來 鄭凱翔老師 來到我們的指揮老師 鄭凱昭老師 來 有請任理掌聲歡迎鄭老師 鄭凱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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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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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一个演出都是老师跟学生们精心地练习在练习 才有今天的展現 所以我非常感謝指導老師他們的努力 跟學員他們的